从18世纪末至19世纪 大批的客家人飘洋过海来到南洋寻找深路 而马来亚半岛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目的地了 根据历史的记载 槟城是他们头一个落脚的地方 然后他们才逐渐轻移到其他的地方 而森美兰州的芙蓉这里也是客家人其中一个开辟的文明城镇 芙蓉又称为花城 是森美兰州人口最密集的区域 也是华人的其中主要传统聚集地 并以客家人为战多数 马来西亚早期的经济支柱以矿业为主 加上芙蓉是蕴藏最多西苗的地区之一 所以成为了中国客属鲜明落脚的开矿之处 客家人我看占了差不多有三十多巴仙 像我们有煤烟啊 有跟着那个好像大铺啊 大铺他们是为查阳啊 非洲啊 海陆啊 这样子三大的啦 对客家人而言 元宵节并非代表新年的结束 反而是过完补天川后才算真正过完整个农历新年 所谓的补天川 也就是农历正月二十的天川日 是客家人独有的特殊节庆 所以我们今天啊 大部分的好像我们以前的父母啊 我们婆婆那些 到今天她是不照顾的 因为以前我们农舍受费的时候 那妇女啊也没有政策嘛 她是有很红的 每一天都要红 好像是做工了 拿出托也是要做工的 所以他们全部放下咯 很真诚这样休息一天 相传天川日也是女生穿耳洞的吉日 以前客家女孩都选在这天穿耳洞 据说小孩会乖巧听话 有的说在这天穿耳洞比较不容易发炎感染 还有人说女孩会跟女娲娘娘一样长得漂亮 补天川在科家文化长河具有超过一千三百年的历史 是为了纪念女娲补天成功而流传下来的传统节日 女娲是中国历史传说中的大地之母 是她用泥土创造了人类 更是一个创造万物的自然之神 但是后来火神和水神因为相争 导致春天柱子断裂 造成了天空破了个大洞 人间成了炼狱 女娲为了保护人们不再受害 因此就炼五彩石进行补天 终止了这场灾害 从此以后 客家人都会在这一天祭拜女娲 感恩她在照天地之恩 拥有百年历史的芙蓉仙寺师爷千古庙 向来香火鼎盛 是森州历史最悠久的庙宇 也是芙蓉区唯一一所 庆祝天川日的庙宇 每逢天川日 仙寺师爷千古庙都会隆重举办 希望将能客家民族的传统习俗 传接给下一代 以便年轻人继续接棒 一起保留这个特殊的节日 客家人对千川日非常重视 据说每年的农历二十难不耕田 是因为相信除地会导致大地漏水 而女不制衣 则代表了川真会刺破天堂 因此大家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 让大地休养生息 天川日是客家人盛大的节庆 当中的贡品更是非常讲究 天川日这一天 所有的客家妇女都会在还未天亮时开始出动 为这个特殊的节日 精心准备传统客家佳肴来拜祭 而当中最为有名的就是客家人的酿豆腐了 客家人会在这天亮豆腐是因为将馅料塞入了豆腐块中的小冬 却有补天成功之意 被视为吉祥名菜的酿豆腐 除了显现出客家食俗的传承性以及稳定性 更体现了客家名系的原型文化特征 那么除了这些糕点呢还是食品之外呢 最重要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酿豆腐了 就是客家人酿豆腐其实有一点不一样哦 就是他们很喜欢放这个 咸鱼 咸鱼 为什么要放咸鱼呢 他们讲以前的人比较穷 咸鱼可以吃多一点 放这样子了 可以跑都可以了 哦因为咸鱼嘛 大家都知道 因为它比较香 然后呢 就是可能你在吃东西的时候 它很扯反 对对 然后所以呢 吃多几碗饭 那又不需要举很多的这个菜肴 对不对了 谁一心菜都可以了的了 哦 那你会唱歌吗 会 唱一首这个客家唱歌来听一下 不可以不可以我不会 不可以 唱一点点半了 快点唱个问题 不会可以哦 不会哦 要不要听他唱歌 要 要 来 耶 鼓掌一下 我不会 耶 我不会哦 来唱一首半了 短短的 等等 对面的来碎妹 对面的来碎妹 我只听到同一句就是 对面的这个水泥 没 对 然后呢 跳那个飞过来 又给她招 哦 跳那个 飞过来 以前客家妇女都是在这里做劳力的苦工 所以做建筑的 是非常的辛苦的 很经典的歌曲完全是反映到 以前我们客家的祖先们来到这里做的工作 OK 这样可以吗 不可以啊 很沃沃 很沃沃 你看看 她做的跟我做的 她都非常的平滑 可是我就是凹凸动很多 哎呀 这样我就不及格了 哦 OK 来 来 不用紧啊 我再做美一点 过年吃年糕这个习俗是由周代开始 这是因为古时候种植稻田五谷丰收只有一年一次的 所以每年吃年糕往往就是祝贺五谷丰登的意思 但是吃年糕在客家人的眼中啊 它除了是一种食品或者是庆典上的贡品之外呢 它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那就是年糕可以用来补天救人 除了到庙宇帮忙之外呢 家家户户也会在家里忙着准备年糕来拜神补天 年年的年糕象征着女娲娘娘的五色食 可将天空漏洞补好之处 在年二十之前呢 家家户户的客家人呢 都非常的忙碌 因为呢 他们都要准备做这个年糕 然后呢 在年二十炸这个年糕来吃的 那主要呢 就是要庆祝啊 女娲在这个当天呢 成功把这个天补好的 那今天呢 我们就来学做这个年糕了 年糕的制作过程 一点儿也不可疏忽 首先得将糯米清洗 浸泡一夜后 才可以磨成米浆 这样放上去就可以了 这样放上去就盖住它就可以了 就要盖住它了 可能婆婆有讲 就是有些人可能家里 就是有人去世了就不能来看 不能来看 为什么啊 看了就那个年糕会烦的 吹不到的 哦 他就不会怎么说的 就不能成功了 对不对 所以如果家中呢 有白事的话呢 就不可以来 来这里看 老人家老了 也是不可以吹的 老人家老了 不可以啊 不可以的 要一年过后 一年过后 这我们现在要等十二个小时哦 从早上等到晚上哦 哇 慢慢慢慢等 慢慢等 据说天川热当天一般都会下雨 这是因为老一辈的客家乡亲都认为 下雨寓意女娲还未成功补天 直到亭雨则表示了女娲已经补天成功 年糕又称为甜板 是客家人必要的贡品 除了蒸年糕之外 在天川日炸年糕 具有感恩女娲补天的含义 炸过的年糕粘稠柔软 有助女娲补天之意 而且吃年糕也具有步步高升的一头 寓意新年步步高 其实吃这个炸年糕 就是除了有步步高升的意义之外 也有人相信吃年糕就是高瘦的意思了 对对 就是吃了可以长寿一点 一个个炸至金黄色的年糕 象征来年将会大吉大利 诸事如意 在这个热闹特别的节日当中 加上最传统的年味 客家人的天川日 过得极有业业又满足 除了年糕之外 客家人也会在这一天用糯米做成十八 补天川 祈求昌天保佑 风调雨顺 据说花生糯米糍 郁郁平平安安 幸福甜蜜的好一头 而且糯米糍具有消极化石驱病作用 花生则可以填饱肚子 而且客家人相信天川日这一天吃糯米做的食物 代表田梗更加牢固 不穿底 不穿洞 农田作物不会再受洪荒灾害 除了年糕之外 客家人也会在这一天吃糯米团的 对不对 所以也是要做糯米团的 是吧 然后现在我们就是要包糯米团的 对不对 是吧 然后怎么包 就是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就配搏晒冷 天川日的时候 你要做九粒啊 做一千 一千粒啊 哇 你九点起来要开始做 做一千粒 半夜啦 半夜就起来做啊 要做多少个小时 六七个小时 六七个小时啊 哇 好厉害哦 你一个人在做 对苏婆婆而言 这一粒粒裹上满满花生馅料的糯米糍 象征着她对客家传统文化的守护 以及坚实 再加上能够承接妈妈的手艺 和客家人的精神 是苏婆婆这一生最引以为荣的事情 谢谢 刘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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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吃啊 好吃哦 其实我本人很喜欢吃这个糯米团 因为我很喜欢那个糯米团的那个 软软绵绵的那感觉 然后有那个花香 还有在糖里边 在搅的时候呢 然后有些甜味 你要吃吗 我不要 我不要 你每天都在吃啊 这个我做的哦 你不要吃吗 我假牙不可以吃了 不可以吃了 假牙来的 快不快 我还看你的牙齿这么漂亮 假牙来的 不可以吃的 现年八十岁的苏婆婆 每逢天穿日 都会亲手制作月千里的糯米糍 从拌糯米炒花生 到最后裹上花生馅 她都一定会亲力亲为 由于每年大量的需求 苏婆婆凌晨就得起床 开始准备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 才完成制作所有的糯米糍 天穿日是客家人 非常重视的节庆 具有深远文化传承意义 所以每逢农历二十的一大清早 所有的筹备工作 包括准备和摆设供品 都会如火如荼的开始 这里非常的热闹 就是因为芙蓉只有这一家庙 才会举行天穿日 那么我看到了 其实这些供品也非常的特别 一般上都是有 客家人的一些传统的糕点 然后这里有就是 初夜做成的糕点 叫初夜板 为什么在做这个祭拜 这个女话的时候 一定要用这个初夜板 因为这个初夜板 它也是那个初夜 它有清热三度的功能 所以他们每个人都是很身体健康 所以在这一天 也就是保佑大家 就是可以在今年当中的身体健康 对啊 那么我也是有看到年糕 是一定要有的了 年糕一定要有 我们还有就是这个糯米糍 那么今天呢 也是要吃很多 就是有关 那些糕点都是软软绵绵的 对 因为它可以补添了 对 还有它也是教导我们做什么事情 我们要比较柔软一点 不要太强硬 还有这个糕点里面 它有一个是那个花生 花生 花生它是讲 古人讲的花生 就是白纸前瞬 那花生多嘛 然后它有油脂嘛 吃掉我们的身体也是很好 其实今天我看到很特别 也有这个红鸡蛋 那么红鸡蛋一般上呢 都是用来这个生成的时候 因为以前是你母娘娘 她古天嘛 因为它我们人类呢 以前传说啊 对对对 所以它是照来了 今天好像是我们人的生日 一切准备就绪后 大家就会一起等待其实的到来 并立行全体大团拜 一起上巷四拜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这一天的庆典仪式 已成为了客家人的精神寄托 上香的每一个动作 都是以最虔诚的方式 表达对女娲的尊敬以及感恩 接续了客家的宗教重闻精神 福音以及事量 天地开装 立第一条哈拜 共庆奔向 另一边 所有的客家妇女则忙着为舞宴跟主一番 当中的用心 体现了客家女人特苦 以及钱粮真数的本性 客家女人 以前我们来到的客家女人 全部你知道洗流浪嘛 就是做洗米 因为他们很勤劳的 勤劳啊 他们整天工作工作工作 所以我们客家的妇女 是很情节很借鉴的 击败女娲娘娘的仪式结束后 所有的乡亲父老 接着就会一起享用免费的流水席 当中的佳肴呢 包括了寓意长寿的炒面 象征吉祥的白斩鸡 杂斋菜 以及各种传统客家糕点 受以千计的男女老少 将现场挤得水泄不通 现场非常热闹 因为我想起 我们第一年起庆的时候 因为我们先前 最先起庆的时候 我们原本是 我们想 我们客家的文化 要流传下去 不要再遗失了 当时我们是本来是 几个理事要来做的 每一样煮一样 哪里是到我们缓运 很热烈 很多人来 所以我们做到不够吃 所以我们日后呢 我们就想 每一年我们生产下去 除此之外 客家人在天川日 还有另一个特殊的习俗 也就是将年糕 切成小方块 抛向天空 寓意你挖补天 而散落在地 则意味着补地的意思 好了 现在呢 我们就是要进行 这个天川日 最重要的一个理属了 对不对 那么就是我们 把这个年糕呢 抛上空了 那寓意呢 就是要补这个天了 对不对 那么要选这个年糕呢 一定是不能炸过的 然后要选比较绵一点的 因为年糕就是粘粘绵绵 然后就把这个天空就补上来 对不对 然后我们这样一人拿一块了 好不好 来来来来 一人拿一块了 来 来我先拿着 我先拿着 所以我们这样抛上去就可以了 对不对 抛上去就可以了 抛上去 都会粘回那个天川了 是吗 这样厉害 厉害 就是客家人的风俗 客家人的风俗啦 我们就是丢上去 就可以补掉这个天川了 这个洞了 好吗 好我们数来 一二三好不好 来啊 一二三 不但如此 有些地区还会将年糕 抛上屋顶 又或者是到自己的房间 厨房 浴室等地方 磨上年糕 以补助天阙 据说 抛年糕 风俗 有祈求 风调以顺之意 也是对女娲补天的一种效仿哦 随着时代的眼睛 如今的女娲节已经慢慢简化了祭祀 甚至足尽的失传 但是芙蓉的客家人至今依然代代相成 保留了这一个额外珍贵的传统节庆 不但如此 客家美食更是一种文化的味蕾情怀 他们将这份独特的味道透过记忆的传承 种在未来世代的新田 天川日是元宵节之后 第一个汉族的传统节日 而这个节日呢 也是汉族唯一一个家庭主妇 担干整个祭祀的活动 由此可见 古时的女性呢 在家庭生活当中呢 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如果说要传承文化的话 话说容易 但是做不简单 今天呢 我就深深体会到了客家妇女啊 如何在厨房当中呢 把有关的文化一代接一代的传承下来 所以呢 传承文化这份工作呢 是没有分男女 年龄或者是族群的 远远流长 不敢遗忘 忽一盏灯 留一寸根 启航下个星期同一个时间再见 我是Desmond 郑威夭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